好另外呢一个最新的画面还要来掌握的是气象局 目前正在针对了这个轩兰诺台风有最新的说明 不管是风跟雨或者是今天各地的浪都会明显的增强 那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后续的动态 我们先从卫星云图上来为大家解说 从云图上可以看到第11号台风轩兰诺 它今天早上8点是强烈台风的等级 目前它的位置已经来到了台湾的东南方海面 距离我们大约460公里的海面上 那在整个云图上看到轩兰诺台风呢 在过去一段时间南侧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的整个云系 渐渐的也并入了台风的环流当中 因此预期未来台风它的强度或是它的暴风半径 都还可能有稍微在增强的一个趋势 那这个台风的未来路径我们可以从路径图上来看到 在过去一段时间台风逐渐往西南方移动 而今天开始一直到明天的上半天 它将进入一个导引气流比较不明显的区域 因此在台湾的东南方海面这个位置呢 将会有一个滞流甚至是打转的现象 那一直到3号开始受到下一个导引气流 比较开始有逐渐导引的力量之后 3号才会开始逐渐的北上 那从我们台湾东方的外海慢慢的往北移动 那因此在明天2号一直到4号上半天这段时间 将是台风相对离我们比较接近 也是台风对我们的影响相对最明显的时候 提醒大家要多加的注意 那预期呢在这个位置哦 因为台风目前它整个环境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包括台风它在滞流打转的这个位置 以及它开始北上之后行走的角度 都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存在 也就是未来的路径可能都还有一些变数 那我们要提醒大家 以目前这个路径跟暴风半径来预估的话 还是不排除明天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可能性 那如果台风有再更为偏西 或台风的暴风半径有再更为扩大 也依然不排除路上警报的可能性 那但是呢这个部分目前因为还有一些变数存在 我们是密切的观察当中 那大家也要注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 那从现况上来看 现在整个台风它主要的西班侧的结构 已经进入我们雷达回坡可以观测到的范围 那从图上可以看到 台风眼的位置离台湾还有一段距离 那它现在比较明显的云系 大致上都还在我们东部的海面上 但是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加上一些风场接近地形的关系 在北台湾这边已经开始零零星星 有一些回坡出现 那也带来一些间歇的降雨 那我们要提醒大家 今天越晚北台湾的降雨将会越来越明显 那我们从整个雨量的预测图上可以看到 预期今天现在早上白天这段时间 可能降雨的状况还比较零星 然后比较间歇性 不过入夜之后 北台湾的降雨会变得比较多 那此外呢 在其他地区的话 今天白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程度还比较小 大致上是以午后雷震雨的形态为主 但是也要提醒今天的午后雷震雨在南部地区可能会带来一些 局部大雨的现象 那由于台风的整个位置 明天后天都会持续在我们的东南方到东方海面 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明天后天降雨的情况会更为的明显 尤其北部 东北部地区是容易有大雨出现 那要特别提醒在北部山区 以及基隆北海岸可能会有局部的豪雨 那我们要提醒在这些地方活动的朋友 尤其是在北部山区活动的朋友 要特别注意这两天降雨的状况 而其他各地也会有一些震雨出现 那中南部的山区可能也会有一些局部较大的雨势 尤其是在台风北上之后 整个北风开始影响到我们陆地之后 中南部的降雨也会变得比今天还要再更为明显一些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看到在风场的部分 大家很关心下雨的区域跟位置 不过我们也要提醒大家 台风现在是在我们东方的海面上 除了台风本身的环流 对于我们的整个北部东北侧花东这一带 可能带来比较强的风以外 在整个北风通过台湾海峡的时候 受到台湾海峡地形的影响 整个峡管效应的影响 在我们的西半部陆地 也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强风出现 因此气象局目前也发布陆上强风特报 要提醒在台南以北 东北部东部地区 以及马祖跟澎湖的朋友 容易有8到10级的强阵风出现 而其他地方也可能会有较强的阵风 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风力 也是会容易有比较强的一个状况 那此外呢我们也来看浪的部分 那台风呢它在我们的东南方海面将会有一个滞留 大概两天左右的一个时间 那因为台风本身强度也很强 所以虽然离我们有点距离 但是台湾附近的浪也会明显的增强 那今天开始浪已经逐渐在增大了 我们要提醒在今天的大概晚间 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海峡 北半侧的沿海 然后到东半部附近的沿海 其实浪高都会超过3米哦 涂上黄色的区域就是3米以上的部分 那尤其在东半部北部沿海的浪高 可能会到3到4米 那在到了明天之后呢 随着整个北风持续的进入海峡一带 明天西南侧沿海的浪也会逐渐的增大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这段时间 台湾附近沿海的风跟浪都很大 而且容易有长浪的现象 要请大家如果非必要的话 避免前往海边活动 因此最后总结提醒大家 在薛兰诺台风的影响之下 我们预估明天2号一直到4号的上半天 将是台风离我们最接近 影响也最明显的一段时间 在这段期间 北部山区基隆北海岸地区 容易有豪雨出现 而北部东北部地区 也要留意有大雨的情形 那除此之外 今天台湾沿海的风浪都开始增强 各沿海风浪都将会明显偏大 提醒大家非必要的话 避免前往海边附近进行一些活动 那还是最后也要提醒大家 因为台风在未来一段时间 它将会有一个滞流打转 之后在北上的现象 那在这个滞流的过程 以及北上之后的角度 偏东偏西一点 对台湾的风雨影响 都会有明显的差异 那这个部分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的 气象局会密切的观察 也请大家多关注最新的台风预报资讯 以上是上午的台风资讯说明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